民眾拍下這名外國男子盤腿坐在基隆廟口 前方擺著中文紙板說 他來自立陶宛 因為疫情無法回家 錢花完了 沒錢吃飯 但民眾卻發現 他竟然一分鐘就收入破千元 這名外國男子後續被人發現 在仁愛區石球嶺山區搭起了帳篷 面對記者詢問 他宣稱只有住基隆一天 你來這裡 你來這裡 多少次 一天 一個月 一天 他開來一天而已 他開來一天而已 哦 附近的居民打臉 立陶宛男子 去年12月就曾經出沒在新竹 因此上了新聞 經過這個調查結果呢 他是因為合法入境 然後疫情關係合法離去 所以沒有疫情拘留的問題 基於人道關懷 基隆市專情隊 我們主動帶回駐地 也提供他需要梳洗及整理裝備 證明立陶宛男子面對警方宣稱不需要幫忙 卻又到處賺錢擺攤 利用台灣人的同情心賺旅費 移民署已經找到他 先將他暫時安置 後續將協助他返國 記者黃少民 基隆報導 從中文章 通貨